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拆除纪念碑并不是这几天的事情 而是早在2022年俄乌发生战争的8月间 爱上尼亚政府就宣布要移除摆放在公共场所的 200到400个纪念性建筑物 原因是虽然不需要禁止缅怀阵亡将士 但是必须在对的地点 也就是在墓园表达人们的追思 没想到卡拉斯的决定让莫斯科当局气到跳脚 高分被抨击这是缅怀国际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追随者 必须要受到的惩罚 也是对俄罗斯做出破坏历史记忆的敌对行动 相关人士要对此负起责任 同时俄罗斯内政部随即发出逮捕令 把卡拉斯列入通气名单内 并且公告上网 只要卡拉斯跨越边境就会遭到拘捕 这也是俄罗斯第一次把外国元首列入到刑事通气名单里面 可是卡拉斯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发出通气令而有所退缩 反倒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连续发出三篇文章回应 卡拉斯先说到俄罗斯的做法其实不足为奇 只是再次证明了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就是欧盟对乌克兰的大力支持是成功的 而且为俄罗斯带来的伤害 接着又说他一直强调俄罗斯的工具箱都没有改变 隐含的意思就是指俄罗斯还是沿用过去的手段 卡拉斯表示纵观历史 俄罗斯的镇压手段一直藏在所谓的司法机构背后 而且他从他的家族史中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在他的祖母和母亲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 就是KGB签发的逮捕令 第三是克里姆林宫希望透过这种司法通气的压力 好让他和其他人闭嘴保持沉默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相反的他将会更大力支持乌克兰 而且持续强化欧洲防务 这位美女总理没有在文章中表现出愤怒不满及怨怼 而是以一种坚定不受威胁的态度 重申自己对自由正义的价值取向 尤其卡拉斯的人格特质 就是奠基于他的家庭背景 特别是曾祖父和父亲对他的言传深教 1977年出生的卡拉斯 曾祖父和父亲都是爱沙尼亚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曾祖父爱德华阿尔福不但是爱沙尼亚建国工程之一 也是第一任警察体系的创办人 父亲西姆则是身兼改革党创办人和第14任国家总理 卡拉斯在2011年开始从政之路 先是担任爱沙尼亚市议员 三年后接下欧洲议会议员的职务 尤其他精通四国语言 包括爱沙尼亚语 俄语 英语 及法语 让他在对外沟通或是国际场合的演讲上 占有语言表达的优势 而且他还是毕业于爱沙尼亚历史最悠久的 塔图尔大学法律系 修习的专业是欧洲竞争法 也让他对欧盟体制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并且在2021年成为爱沙尼亚历史上 第一位女总理 与众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学习经历 让卡拉斯深知和俄罗斯当邻居 虽然有必要敦亲木铃 但是也不能不提防野心勃勃的邻居大家长普钦 尤其在俄乌爆发战争后 卡拉斯更是毫不掩饰力挺乌克兰的立场 首先,我并不认为我们与俄罗斯 能比他们现在更强 因为他在英国在克兰老挂争 第二位说 你向基亥测报名mud拳的力量 《的心 keep %6.6.6 了解在罗斯公主的人中的力量》 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卡拉斯毫不避讳他对普钦 热衷权力的看法 他认为一旦普钦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时 等于替他的为所欲为提供了有贫有据的助力 在缺乏更有效的约束力前面 想要从普京手中拿回这些权力 势必会比赋予权力还要难上加难 正因为卡拉斯敢说敢做的特质 所以他对战争充满了反感 除了爱沙尼亚在二战前夕 以及二战期间 先后被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的 历史教训之外 在爱沙尼亚建国之处的毕露蓝绿 也让他印象深刻 所以当卡拉斯当选爱沙尼亚总理之后 就把和平视为国家生存最重要的前提 只是2021年到2022年的欧洲局势 呈现山羽欲来的不确定性 然而对战争极度敏感的卡拉斯 甚至是少数准确预测到 俄罗斯会对乌克兰开战的欧洲领袖之一 即便这场战争在他预期中 但是卡拉斯仍旧把他对和平的价值观 落实在国家政策上 也就是表态支持乌克兰 即便爱沙尼亚国内有将近四成的人口 是俄罗斯后裔 但是他顶住强烈的反对声浪 依旧提供大量军备给乌克兰 甚至在许多国际场合 强烈谴责普京发动战争的错误决定 也因为卡拉斯在反战上面的坚定态度 让他获得了爱沙尼亚铁娘子的封号 不仅得到国际间一片赞誉 更被评选为时代杂志 2022年全球百大影响人物之一 即便在爱沙尼亚东部有一条和俄罗斯接壤 将近300公里的边境线 而且总体军力也比不上俄罗斯 但是卡拉斯依旧没有动摇 他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这位女总理不但前往乌克兰拜会 泽伦斯基接受赠勋 而且她的衣着搭配 也受到时尚圈的高度评价 胜赞她有非常高的穿搭EQ 尤其是在阳刚气息偏重的政治圈中 卡拉斯得体的外交穿搭術 常常能成为外交圈和时尚圈热烈讨论的话题 先瘦高挑的卡拉斯不但拥有模特尔的身材 无论是一身干练的套装打扮 还是室外穿着米黄色短大衣 加上黑色裤装的搭配 又或是红衣红鞋加上格子裙装 都被评价为政治圈的穿搭高手 再加上卡拉斯在某些角度上 和英国著名女星纳奥密华兹颇为神似 因此只要她出席公众场合 就会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 甚至有些时尚评论家 以爱沙尼亚最美的一道风景来形容卡拉斯 足以说明她的时尚品味和外交穿搭数 把爱沙尼亚的能见度带入到国际社会 除了卡拉斯的穿搭EQ之外 她的政治情商也颇为高明 就已有意搅逐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川普 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造势场合上 表示会鼓励俄罗斯 对没有履行财政义务的北约成员国 为所欲为的一番话 也被卡拉斯得体又不失态度的回应 巧妙化解了北约与川普之间的尴尬气氛 他们问我这问题 一位的总统的一位大国人的总统 站起来说 如果我们不赔 我们被攻击和我们被攻击 我们被攻击我们 我说你没有赔 你被攻击 他说是 我们说这事件事 没有我会不会攻击你 在乎我会向他们做什么 你必须要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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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会变成了一些战争 没有那么多 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做更多 我们集中更加强 相较于川普咄咄逼人的说辞 卡拉斯的讲话显然圆容许多 而且注意到了吗 川普讲话的内容 都是用你我他来区分远近亲疏 但是卡拉斯更多的是用 我们盟友和一起等词汇 建议强调北约和美国 及乌克兰是一个整体 即便所有成员国 都是各自独立的个体 但是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如果大家还在分离我他 岂不是掉入内部分化的矛盾里 一个不团结的共同体 被外部势力各个击破 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结果 因此卡拉斯的这番话 也让许多国际观察家认为 这位美女总理的高情商 和说话艺术 极有可能为她的政治生涯 推上另一个高峰 甚至不无可能成为 下一任北约领袖的有力人选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